一百万美元随便拿 能拿多少就带走多少 土豪又开始整活 这位大哥正疯狂往衣服里塞钱 装完钱就像孕妇一样 土豪还不断给他塞钱 终于 大哥坚持不住 带着六千美元回了家 这还只是开始 土豪接着来到餐厅 让举盘大姐端着装钱 能端多少就送多少 那家伙 大姐上手就先扑一层打底 再放上几堆铸鸡 重得大姐双手才能拿稳 这时土豪竟觉得还少 再继续给大姐放钱 直接堆成了个金字塔 最终 大姐在土豪的帮助下 拿到了一万一千三百美元 这下 旁边的服务员可气得牙痒痒 只恨没趣点单 可土豪就是土豪 带他们就来到金库 每人送一个麻袋 都装得盆满钵满 突然老板打来电话 餐厅咋没人上班 土豪二话没说 给老板也送了一麻袋 随后土豪继续整活 叫来两个摄影师 每人背两万五千美元 谁能坚持到节目最后 就能带着美元回家 更骚的是 土豪请来了世界最牛男人 几次夺得大力士冠军 只要今天他能抬起跑车 跑车就属于他 土豪为了真实性 三人来抬跑车 那是没抬起来 你们说大力士能够抬起来吗 那必须的 轻轻松松就抬起跑车 可这还不过瘾 大力士让土豪几人坐在车上 框框就是时下 坐着跑车回了家 接着土豪又摆出一百台iPhone 13 画出红色区域 里面能放多少就拿多少 脏便小哥不愧是脏 竖着摆完横着摆 搬来梯子继续摆 颤颤巍巍摆到三十二台 土豪还继续忽悠 吓得脏便小哥直白手 以三十二台手机结束游戏 大奖终于来临 土豪在泳池里装满水宝宝 再丢了十个一万美元在里面 只要一分钟内找到钱袋 并丢出界外 就能把钱袋回家 这回 绿衣小胖都笑得合不住嘴了 一开始就拿到一万扔出界外 那家伙 庞大的身躯捞起钱来 真轻松如燕 还一场打飞路人 最终获得四万美元 到这里 你们还记得那两个摄影师吗 土豪直接派他俩背着钱袋相扑 一决胜负 好家伙 游戏刚一开始 粉猫小伙就飞出界外 瞬间失败 土豪安慰小伙 把视频播放的奖励送给他 成为最终赢家 欢迎关注评论 期待土豪的下次挑战 贝母 绿衣小 tête 湿小